疫情持续延烧 全球新增确诊以及死亡数不断增加 加上出现本土确诊案例 各地方政府加强防疫层级 因应年底跨年晚会 市长郑文昌在今天工作报告上提到 取消了市集谈判 要求民众全程佩戴口罩 以及单一入口量测体温才能入场 也会随时配合中央大型活动防疫新规定 调整活动内容 超过八成就做人流管制 不要让人再进去 武汉肺炎疫情传出本土案例 市长郑文昌一早主持实证会议说明 林体跨年活动以及五月天的演唱会 都会取消市集谈判 所有进出必须强制戴口罩 测量体温才可以入场 有隔离检疫或者是自主健康管理民众 违法到场会开罚一百万 五月天跨年有六场 因此他是采取严格的实联制 必须要带手机 要有QR Code的这个票根 包括现场严格的执行 戴口罩跟体温量测的工作 五月天也在昨天我们协调之下 取消了贩卖区 第二个是有关 我们跨年的部分 我们做总量管制 如果人潮过分拥挤 或者是将近八成 我们会进行人流管制 在室内活动也规定不得贩售无座位票 要求落实实名制的登记 也会邀请卫生局 警察局 以及陶杰公司等相关单位 定定防疫应兵计划 除了这个疫情的掌握 我们以24号跟28号 那么两个时间点 那我们会针对 疫情是否有扩大 做一次检查 那滚动式的检讨之后 那再来决定防疫的规划是否调整 陶杰目前还有市场的大型活动 包含演唱会 跨年 元旦等活动 市府单位不敢大意 弥出多项的防疫措施 就是要让防疫做到滴水不漏 陶杰有些新闻 林队峰市府 产品报道